日本婚禁辦很小對不對 也不一定 因為我歡迎去沖繩辦 沖繩不算入本吧 歡迎來到Discoverell婚禮知識王 邀請到四位外國朋友要來挑戰 誰會是知道最多婚禮知識的知識王啦 萬鈞可以得到孫橫槍購物金2000元 遊戲規則 採用九宮格的方式 每一格都有一個主題 答對的那一題呢 就會得到星星相對的分數 一樣是搶答的方式 只有聽到口令才可搶答 否則會喪失打擊資格喔 我們來看一下 平轉 電腦塞圈 有點緊張了 伴娘 伴娘好 伴娘 請問一下 婚禮為什麼要有伴娘伴郎 A比較熱鬧 B解除詛咒 C讓新娘的美更突出 D傳統習俗 請搶答 呦 我還講名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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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詛咒 是有那種妖魔骨要來抓新娘的傳說 那一排排下去 他就不知道誰是新娘 啊 你旁邊有人在嘆氣耶 沒有 因為我大家講得太好 哈哈哈哈 好 答對 答對 解除詛咒呢 是來自 19世紀的英國喔 我剛剛太慢了 那為什麼英國會有這種 新娘就很早期的時候 會變成目標 會被搶 因為你通常結婚 會拿很多架 抓錢嗎 所以在路上 可怕新娘碰到這些 壞人 所以就會有其他人 讓他們不知道說 哪個才是新娘 不是妖魔鬼怪 是人比妖魔鬼怪 更可怕 白照很多 但我不想講太多 我怕等一下會出現 好 留一首 留一首 那你們各國有沒有什麼婚禮禁記呢 我們有 就是結婚之前 老公不能看老婆穿的衣服 譬如說你們在台灣 去買新娘的衣服 老公就會看 因為她要付錢 但是在烏克蘭不可能 就是老婆的父母買這個衣服 所以老公都不能看 只有結婚那一天可以看 那日本呢 那個日本 因為沒有搬娘 那種的 那天是為了新娘 所以我來台灣 參加婚禮的時候 我看到 旁邊有很漂亮的人 所以哪一個是新娘 我也那個 不知道 大家都很心機 大家都想要搶新娘的風格 就如果再不去日本 參加婚禮的時候 別的人不可以穿白色的 那天都很 那天是新娘 好 我們要下一題囉 請轉 婚姓 喔 來啦 請問 各國婚禮傳統服飾配對 何者錯誤 A 日本 B 烏克蘭 C 馬來西亞 B 英國 講哪 喔 還沒講請嚮的啊 太急了 請假的 去住住 住鄉 哈哈哈哈 卡住 吳克蘭 那張照片應該是印尼的 恭喜 搭配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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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過他們是那個 向日葵 因為他們的國花是向日葵 葵花油是他們 全世界上產量最多的 國花油 欸那潤子 那個日本啊 他頭上有個白無垢是不是 這個是真的傳統的 應該是我媽媽的 年代的人才戴這個 傳統的先上舉辦 婚禮的人一定會穿的 就是如果在神社結婚的 就會穿這樣對不對 好 我看一下下一題 好 請轉 這個我可能比較難 這個 請問下列 迎取物品何者用途 說明錯誤 A 巴仙踩 增加喜慶 B 帶入機起家幸福 C 車頭踩 表示新娘車 D 豬肉 衣食無憂 請搶答 講哪 沒講哪 恭喜 答錯 請搶答 助手 A 恭喜 答錯 請搶答 因為C跟A都錯 然後B我還有聽過 所以我就選D了 答對 答對 沒錯 答案就是B 豬肉 它的意思不是衣食無憂 它是為了要擋煞 然後通常新郎迎娶的時候 會和親族跟甘蔗一起綁在車上 就是要屈吉畢胸套一個吉利 所以真的那個叉子上面放豬肉 然後開上嗎 嗯 Yes 真的喔 騙我的吧 真的 三千十年跑豬肉 沒解釋完了 我會騙你嗎 你看 我還有圖片 可是現在真的有人這樣做嗎 我好像沒看到 傳統習俗 有時候還一定還要 現在有 看起來有傳統 那我們要請下一題囉 請轉 是 這感覺蠻難的 對啊 下鍊引起了儀式的含義 何者錯誤 A 過火如人丁興旺 就是指出很多的意思 B 丟扇子壞脾氣丟掉 C 潑水娘家的祝福 D 踩瓦片做人妻的決心 請搶答 請搶答 是 因為我有看過影片 然後媽媽說我不要潑水 我覺得這是不是祝福的意思 恭喜 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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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搶答 主兄 欸 主兄 過火如 答錯 D 丁扇子好像聽過真的就是 就是新娘要把不好的一些習慣給弄掉 恭喜 內 耶 踩瓦片不是做人妻的決心 它的意思是早生貴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題 請轉 蜜月 好 我們來看一下蜜月的題目 請問 蜜月的由來 何者錯誤 A 怕老婆被搶走 所以帶出每個月 B 夫妻倆喝了一個月蜂蜜酒 C 月婦要求女婿婚後喝一個月的蜂蜜酒 B 新婚還沉浸在甜蜜的時期 請搶答 我想搶 不好事情 沒有人要搶 沒有人要搶 我只要有一題是對的 我就是媽媽 那終於 A 都結婚 為什麼還怕老婆被搶走 達特 認子 錯吧 對錯 應該是蜂蜜有意思 讓男生天天喝 那就變厲害了 所以老婆不用喝 老婆不用喝 恭喜 達特 對嗎 恭喜 你看待會覺得就不會變厲害的 就睡覺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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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記得 我記得我爸爸媽媽結婚之後 我爸爸叫我媽媽Darling 我媽媽叫我爸爸Honey 老公是Honey 所以要喝蜜月酒 先我回答 我們今天是不是錯的 達特 喂 我做做做飲 蜜月這個詞呢 是中古世紀 當時夫妻結婚的時候 新娘她會醞釀一個月的蜂蜜酒給新郎喝 相信可以增強身體 提高生育率 喔 真的啊 吃蜂蜜可以 你夠強壯的 北京生了 不要再喝 不要再喝 恭喜四兄 耶 來看一下下一題 請轉 提餅 請問下面對於喜餅的解說 何者錯誤 A 原名是訂婚禮盒 B 男方出錢買給女方 C 只有新娘親友才能拿 D 又可稱婚餅 請搶答 答理 D 恭喜 答對 好沒錯 其實D 它不叫婚餅 可稱嫁女餅跟喜餅 正確的說法應該叫做訂婚禮盒 而且為什麼只有男方買給女方 是因為為了要感謝新娘的爸爸媽媽養育 就有點像洗腳的那個祝福的概念 日本有嗎 日本沒有 沒有 為什麼日本新說很多 很多沒有 對對對 日本是沒有分開那個男方女房 所以參加的人都可以 而且日本比較複雜的是 那有喜餅也有 那另外要 紅包的一半的價錢要回禮 比如說一萬塊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要準備五千塊的東西回禮 每一個人不一樣 哦 特製化就對了 對 特製化 我們有專門的那種的 對 新入 有點像是一本書的那種 對對對 一本書 對對對 他們那個拿那個書帶回去 然後他可以自己選 然後自己 哇 自己畫圈圈 對對對 然後黑帽送給你 那這樣不就要送很多 很多很多 每一個人 天啊 難怪日本婚禮很小 你出境很多消費 日本婚禮辦很小就對了 你也不一定 因為我婚禮去沖繩辦 然後大部分的地方都說只能40位來賓 沖繩不算日本吧 哦 那沖繩的文化跟日本比較不一樣 有點不一樣 你看他民族也不一樣 他是不一樣的民族了嘛 就是 沖繩人還有沖繩語啊 他們的語言也有 我覺得沖繩跟台灣的原住民很像 對對對 我們不一樣 我們我們送仙的東西 是婚禮前一天 老婆的媽媽要自己做一個麵包 然後送所有的牛神吃 而且你要把那個麵包放在你的枕頭下面 然後睡覺的時候說 我要問到我的老公 就是會沒結婚的牛神 我有查到就是 烏克蘭對於麵包好像是覺得是高貴的象徵對不對 他們吃飯可以吃不完 但是吃麵包一定要吃完 對啊 我們結婚的時候有很多種不一樣的麵包 大概四種 一個很大的很漂亮的 看一下下一題 請轉 梅人 請問 下列何者對於梅人的說明錯誤 A年齡要四十歲以上 B生效不可以屬苦 C不能離婚跟再婚 D男女都可以當梅人 好啦我們讓他一次機會好不好 我們又是灰色 想買一次機會 請搶答 請搶答 主熊 不是要放給他 好 主熊 我覺得是D 沒有看過男生的梅人 好像不一樣的 你們都要猜D的 你們都要猜D 對 通通答錯 喔 請搶答 那這樣的話A A都是 這整個時候都是台灣阿姨啊 恭喜 答對 好 沒錯 好 沒錯 比較正統的條件呢 是需要四十五歲以上 然後沒有離過婚 婚姻幸福美滿 子孫滿堂 嚴禁屬虎的當梅人 我有當過 如果這個男生跟女生 是因為我 讓他們認識的 他們結婚當天會特別包一個紅包給你 因為我有拿過這樣的紅包 那我很多朋友欠我紅包 下一題喔 我剩下 紅花 一顆心 好 可以來吧 請問為什麼男生在婚禮上要抽花椰菜 A 確保未來蔬菜修成 B 純粹婚禮遊戲 C 宣導性病防禦 B 盡快找到另一半 請搶答 請搶答 C 沒有 因為這 這應該是比較近代才開始的 喔 為什麼 因為就是 現在大家都很亂 對對對 恭喜 答錯 請搶答 代表說以後就是豐收 跟錢有關 答錯 加上 B 應該是不用搶太多 這個只是個遊戲 答錯 喔 我本來要選第一 因為我們在烏克蘭尼有類似的遊戲 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每個人抽顏色 然後每一個顏色有自己的代表的東西 好 恭喜 誰啊 我 我 終於 分享太多話了 我會大家都評分啊 好 好 最後決勝題 請看 請問下列結婚週年紀念日 何者配對錯誤 A 結婚四週年叫做私婚 B 結婚十三週年叫做剛婚 C 結婚三十週年叫做珍珠婚 第一結婚六十週年叫做鑽石婚 請講吧 你 因為我覺得十三會有這個傾富嘛 但是十三都不太好的數字 突破蠻長欸 十三在西方是不是有不少數字 對啊 為什麼會有十三啊 恭喜 但是不是這個 那嗎 結婚十三週年呢 叫做花邊婚 英文叫做Less Wedding 就是比喻婚姻生活多彩多姿 生活常出現有趣的事物 好 我們來公布冠軍 恭喜冠軍就是 耶 伴娘沒白當 我當時是伴娘 今天的婚禮姿勢啊 是想帶給大家 除了結婚的歡樂姿勢之外 也包含了傳統文化習俗的差異 在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方式來表達 但都有相同的含義 飽含滿滿的祝福 用心將這份愛與溫暖延續到永遠 耶 耶